我们看盖子这辆比赛 这次由上被人反杀真的就太亏了 你说刚才中路那波可能两个人是有一个比较 就是真的是想利用一个隐身符走一个好的位置 然后利用黑钱这个套子 就把别人杀掉 勤务会员你是求生亲切 但这次追的那么远 在被卡的位那么大的困难下 还是硬坚持的去冲 送掉太可惜 这边CK应该也是有后续的装备 我们看一下是运来了鞋子 还有一些回血回蓝 下落这边跃跃风 哎呦这个真的是不理想的 确实是压力比较大 这边是表摆的冰魂已经到达了六级 现在冰魂也是非常流行出一个圣殿 我记得上一句好像也出了 这边CK已经是可以一个人压的 CG不敢上来了 这等级已经稳稳的压了两级 正好两级 对现在的话 我们看CK是五级半 而这边又有一个绕后 我们注意 追踪术的都上去了 这个人头可是很贵啊 看是送给你 直接发了 我们知道赏金阵雄一旦 打起来是非常的有感觉的 尤其是追踪术在这几个版本里面 也是太逆天 无论是追杀赚钱还是什么 这边瓶子是借给了去控符的人用 给个力士拿 赏金要继续战线发布 这符还真的被他控到 而且控了一个非常好的符 可惜你控完符之后是不能塞给他了 对 这个非常 非常可惜 我不知道这个瓶子是谁的 是CK的还是 应该不是CK的 CK已经身上还有800的存款 应该是BH的吧 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这边是先合了个大魔棒 然后补了这个6分钟的一组眼 这边卡我们看一下发育已经向位了 16个补刀 黑鸟这边17个 但是等级的 等级这个就辣的比较远了 已经是 这边卡是6级吗 卡尔斯6级半了 这边卡尔斯 这个黑鸟马上是到6 到5 这个压了一级多 风行是4级 老牛是4级 这个也是压了一级 中路是压了两级刚才看 老牛上编了好多吃树 这个也是为消耗战做好准备 把大罐子丢给了 好像丢给了这个黑鸟 黑鸟还没有来去捡 刚才我们说那个DS 那次月塔去冲边 即便你把别人杀了 你也死到那里了 这个实在是 太危险了 刚才没有没有约塔 只是快挨到塔就撤了 这边赏金 我们看这次 让我来 这好像 不太需要他 追踪 他没有直接上追踪术 他其实不飙的话 上完之后就没有替的来了 还是求稳 这个确实 一个敏锡 在中前机 蓝还是比较重要 历史这回也是补了一会儿 可以沾线发明一下 下路也是给了冰魂一个空间 目前基本的这种推打还是推不下来 所以说只是大家线上拿一拿人头 而且有DS的上后防守 密法鞋 这边冰魂还是发育的还不错 因为他跟赏金两个人 应该是各自补各自的 对这边 我觉得这个冰魂的发育 应该是全场最好吧 我们看一下 现在冰魂是46个补刀 其他人的话 这边卡23个 CK35 黑鸟24 这个已经是 他可以达到别人两个人的 这个补刀总和了 确实在下路 自己面对一个BH 是几乎没有任何压力 也不担心对方有先知绕他 这个这一局是没先知的 我们看一下力尺绕过来 双方都在绕 这个是两个隐身 这边有个针眼 我们看一下 GAD这边是补了个针眼 这个被秒了 冰魂的大招支援过来 但是也无济于事 即使打中了也无济于事 我有预感 他们现在GAD要被图满了 这真的 点倍 插个针眼看到了 还是不能上 一上还是要有一套技能 劈牌就打死了 他自己还没有撑血的装备呢 然后面对一个赏金的一刀暴使 再加上一个历史的二连 我们看一下这边 BH又是绕到了 这边侧面再等老牛放勾贺 老牛也是不急 狗哥这边也是不着急 好这边是对黑鸟动手的 一起勾贺 你砸了卡尔 这边还有一个BH 再一个吹风 带走 哎呦 这个追踪数已经发了至少两次钱了 这非常恐怖啊 这个 刚才下路是两个人收工资 这一次是上路三个人